各位傳媒朋友,今天我們與政制內地事務局 聶德權之間進行交流 向他遞交粵港澳大灣區跨境交通互聯互通的一份報告書 這份報告書民建聯經研究,同時開了一個圓卓會議 在圓卓會議上,我們收集了很多海陸空方面業界的意見 我們一共提出了十五點的建議,當中有海陸空 在海方面,我們主要要求政府隨著我們港澳大橋開通之後 我們認為政府應該取消登船費 因為現在每一個離境的乘客都要付十一元的稅給政府 其實澳門已經取消了有關費用 隨著現在我們的航運越來越困難 因為有了港澳大橋開班次的乘客跌了 我們希望政府減回有關費用,令航班可以繼續開 另一方面在海方面,我們也希望改善貨櫃碼頭 和內地幾個貨櫃碼頭的互聯互通 在空那方面,我們就希望做多些預檢的地方 可以在相機之前可以提早預辦登機的工作 同時間在空域那方面也都希望政府和內地 各方面去將人溝通,令到我們的空域可以融立更多的航班 甚至乎機場那方面的合作可以做好些 在貨運那方面,尤其是現在的手續是非常繁複的 所有貨要空運都要運到來香港再砍箱 然後再去機場上機,其實是免得失事的 我們希望政府是簡快有關的程序,可以在內地 和內地有一個比較好的協調,令到他們已經砍箱 來到香港已經立即可以運走 這個預計的速度會快了很多,也都令到我們容量會增加的 在機場控制方面,我們都希望政府和附近幾個機場 看看空域和空管上面是可以有一個協調機制的建立 在陸路方面其實我們提出了幾項的建議 當中包括是鐵路的連接,尤其是我們之前在鐵路發展2014 都是有一個機場快速軌道的,但隨著時間變化 機場快速軌道在2014已經是否決了,但我們覺得現在是前海的發展 東大嶼都會,甚至乎在未來的人口的增長 其實有關的這條鐵路可以再拿出來研究 還有就是在陸路方面,現在內地有12000公里的單車徑的陸道 而我們都見到香港在新界西至新界東的單車徑,也都即將會連接 我們希望政府和內地有關的當局去談一下 我們怎樣可以將那些單車徑連接在一起 令到香港的單車徑可以和內地12000公里的單車徑 在一起連接起來,令到市民將來都可以選擇有更加環保的交通工具 還有很多其他建議,局長看完我們的建議都覺得是很歡迎 同時間我們都知道政府和內地的部位都是有很緊密的協調 尤其是在大灣區那方面交通方面都有很多溝通的 他們都接收了我們的建議書,我們稍後也會將這份建議書給運房局那方面 讓他們考慮香港這方面有關交通方面的發展是有更好的設計的 或者交給阿丁 麻煩你阿Ben,阿Ben已經很詳盡地說了一件事 我只是有一點補充 有一點我們特別今天都在提的就是 因為香港的國際機場的三跑可能多幾年就會落成 因為三跑是估計會有14萬的就業職位 而東沖本身也是將來預計新田海區之後可以有25萬人居住 即是說其實我們都希望那些新來的東沖的居民 如果他們在機場新的跑道興建之後能夠找到就業 就真的可以做到原區就業 但原區就業有一個條件的就是它本身區內的交通都要做得好 現在的東沖居民往來的機場搭的只能夠是六路巴士兜來兜去 也都是用很多時間 我們再三是要求政府一定需要考慮將現在的東沖線延伸去到機場 其實政府本身據我們了解它是就這件事在做一些研究的了 研究的結果大家都還未知我們都要求政府快些公佈它那些研究結果 如果有了集體運輸才能夠真是方便到將來的東沖居民在三跑上班的 這個也是對於應對整個大灣區未來的航空的需要來講 我覺得都是有必要配套做這件事 那我就只是補充這一點的看看Ben還有沒有什麼要說 對 嗯 對 好 好 對 對 一些助於開閉通三浪的機會 we know there is an increasing demand on air traffic and it's time to ease the air traffic control but we understand that this is going to be decid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o we raise this point to the government and they promised that they would also convey this message and discuss it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ials so that's one thing the second thing is that there should be a better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airports within the general Greater Bay Area to improve the cargo transport efficiency so that would be another thing we are talking about and I think generally speaking the Secretary believed that they would discuss and they would explore the ideas we have raised today and they promised that they would talk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bout all the ideas I think generally speaking this is all re-discussed Why do we have this book? Why do we have this book? Because if I work together 甚至發展大灣區的建議 其實互聯互通是第一步 因為路通才可以做很多其他工作 所以我們認為在交通的基建 跨境的安排上面 是整個大灣區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核心 所以我們選擇在跨境交通這一方面去著手 我們所提出的十五項建議 當中我們覺得都是我們經過收集了業界的意見 當中我認為尤其是我們香港在航空物流方面的發展 是非常之重要 亦都是在整個大灣區裡面非常之領先 但在現在的物流安排上面的手續是非常繁複 正如我剛才所說 所有要空運的貨要運到來香港才砍箱 其實是在有些業界的建議 可以在內地找一個已經大家認可的地方 跟著砍箱 甚至乎可以用視像去做監督 因為現在所有商來香港都是一百個巴仙要照額光的 所以覺得在內地如果可以砍箱 下來香港就出口 是可以截散大量的時間的 那這類的簡便手續 我們覺得是現在互聯互通的機制之下 是可以做好些令到業界的促進 第二個建議就是在登船廢的問題 這個登船廢亦都不是一個很大的開支 但亦都可以令到我們香港市民出行 是有更多的選擇 因為若果繼續收登船廢 而航運界繼續營運困難的話 其實可能有些航班是會減的 可能我們將來在大灣區裡面想搭船去不同的地點的話 選擇就會越來越少了 有關的項目所牽涉的開支其實是億多的 所以我們都希望透過政制及內事務局局長 可以跟財政司講 在未來的財政預算案裡面 可以要求豁免有關的費用 我們當然民建聯都會跟財政司司長 去反映有關這個建議的 我只是補充一點 正如我剛才答英文的問題都講了 其實在空域限制的放寬的方面 的確我們都認為很重要 因為事實上大家看到大灣區裡面 整個航空的需要都只會大家看到 是越來越大 所以適度去處理到一個放寬的空域限制 是有利於將來的整體航空的安排 這個我都相信是整個大灣區 大家一起去談的一件事 我就是這樣 局長有講到現時在大灣區合作上 其實很多範疇都在開展 包括科技、教育、醫療等範疇發展 而我們今次提出的交通互聯互通 都是他們認為都是非常好的 亦都是裏面的內容他們聽完之後 都覺得有部份都可以一定要去處理 包括剛才周浩鼎所講的我們空域的問題 這個一定是要去商討 甚至乎在我們三跑 亦都我們是大力發展航空物流 這方面他們都需要去跟內地加強去商討去討論 當然我們份報告今天才交給他 他們都要細心去再研究 可能之後如果他會吸納我們的建議 我們都認為是對於整個大灣區發展有幫助 因為我本身都是在深圳某個區的政協 我都有上海政協 其實都知道內地在接下來的發展 和香港的配合和香港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深圳現在推進東進計劃 東進計劃就是龍江一帶和連接越冬的發展 而我們香港在越冬方面的連接 亦都會有連堂口岸 新界東的人口亦都會增加 所以在我們這份報告裏面 就在我們新界東和深圳東方面的連接 我們都有建議 這些都是我們透過不同層面去接觸 而我們知道內地的發展和我們香港的配合 是有關的需要我們才提出這些建議 而我們亦都跟業界開了圓卓會議 這些業界其實都是每日都在操作著這些跨境 甚至大灣區上面的經濟活動 所以我們所提出的建議都是得到大家的認同 而且認為是有迫切性的 我們現在在新界那方面 就有條單車徑在興建中 就是由屯門連著元朗 元朗再連著上水 跟著大埔去到現在沙田 這條單車徑已經是在做的 我們亦都知道內地 在前幾年已經開展了一個計劃 就是在廣東省大力發展單車徑 總長度已經去到一萬二千公里 所以我們認為在廣東省各個地方 都有這麼多單車徑 而我們香港亦都有這麼好的單車徑 如果我們可以連接通它 其實都是有利於兩地的一些溝通 互聯互通 尤其是單車其實在我們的角度 它應該是一個交通工具 而不是一個消限工具 我們都希望香港大力發展單車這種交通工具 所以如果是有這種單車徑的連接 我們亦都認為是一個非常好的 稍後我們都會研究 我們的研究團隊亦都會再深入研究 看看在技術層面上 如何去連接這些單車徑 跟我們香港在哪個口岸去接通它 是最有優勢的 我認為在海關的運作上我們一點都不能鬆懈 但隨著科技進步其實有很多方法 是可以在安全和可靠的情況下 盡量去加快這些流程 其中一種方法就是視像 共同去檢查 甚至我們可以制定一套抽查機制 這些都是現時已經在不同的方面使用 譬如說我們人流方面帶劫下來香港 大家都是抽查的不會100%查的 而在內地海關其實它已經100% 所有貨物都是照殺X光的 若是有關X光可以跟我們共享 甚至乎我們在抽查方面 可以及早知道哪輛車什麼編號 這個就需要大家是有一套機制去處理 而我們覺得政府在粵港的合作 甚至大灣區的合作 這類的配套其實應該政府是更加積極去開發 令到有關的速度和效率是提高 好 謝謝 好 好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謝謝